大家好,我是龙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 就是说我们找地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罗盘 因为网上的话有两拨人 一拨人认为需要用罗盘 有一拨人认为大地天成不需要罗盘 其实这两种观念的话我认为都是对的 为什么这么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以前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只能通过走路或者是坐轿子过去 现在科技发达了 我们可以坐车可以坐飞机 但是你就不能说 我们必须一定要通过走路过去才是正确的 现在坐车过去就不正确 对不对 因为技术的话它会不断的精进 就好比说这个大地天成不需要罗盘 这就侧重说明了什么 我们要关注它山脉的一个形态 比如说来龙入手 山脉结穴四周的沙山情况 以及它的水流水态 这需要关注 而罗盘它的作用它是集成了很多的一些知识 就好比立项它就需要考虑我们四周的沙山 有没有冲客了 以及这种水流的形态 以及它的去水口等等这些都需要考虑 所以说白了它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精进了 做的这个事情的流程 就是避免我们做错了一些情况 所以说这两种方式的话都是对的 主要看大家如何进行使用的 好了这个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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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